大家好,我是孫韻喜,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 今天點題是世界大暖 講講港股情況,今天港股不是很亂 因為低開後跌了百多點後,跌幅收窄 慢慢跌上去,曾經倒升過 不過期後升幅不能進一步擴大,慢慢回落 最後全日升7點,收25184點,成交1391億 比昨天少了一卷 今天的市能救星多得豪賭股,普遍不錯表現 其中銀河如落,銀魚升1.8%,加上騰訊也很帥 1.6%盡漲,大的市曾經倒升過 不過內房股,以至內銀股仍然弱勢 令市升幅不能維持得很久,只是升7點 大致是平收 說回整個市形勢,今天市升7點 某程度來說,可能令好友有點失望 因為今天無論是數據面,以至外圍的情況 都是偏向對好友有點離 先說數據,最重要的是大家今天都留意了數據 就是中國公佈的8月份財新 製造業PMI,不錯的數字 去到53.1% 53.1%是什麼意思呢? 既是比預期為高 預期是52.5% 亦比7月份的52.8%多出來 而且更加重要的是這個數字 雖然不是升得太多比7月份 但是是九年半以來高位 顯示內地的製造業,至少私人機方面 是OK的,仍然穩步向好 顯示我們經濟在疫情成為全球第一個走出疫境的國家 而繼續向好的方面走緊 這個當然是好消息 與此同時看外圍的匯市至股市 都是稍稍有利好有的 先說匯市 匯市呢 今日美匯指數是繼續弱的 去到91點多 就是92之下 徘徊仍然維持在低位的水平 經常說美匯弱 對港股當然是一個刺激的作用 利好的作用 與此同時看回香港以至中國的貨幣都是強勢 其中人民幣去到曾經見過6.81 再創一年以來的高位 剛剛檢查的時候 做節目之前 再查一查的價格是6.8 仍然在強的位置 港元更加是 一直在強方保證 因為資金持續流入 一直流入 金管局一直接錢 換言之 錢繼續湧入香港 從這些情況來說 好像都是向好 加上 美股昨天除了道指之外 其實納指繼續向好 加上 內地指數 都是強勁的 走勢 起碼先上升 回回後 又往上回 一直在兩屆頂前 徘徊 作勢想穿上去 那是不是穿上去 不知道 整個形勢都是偏好的 但是在這樣的情況 是以不論是在猜測數據 不管是什麼 但是港股就是升不到上位 之前早兩個交易 兩次逼近或升穿二百十天線之後 掉頭回軟 今天更加一度跌穿五十天和二十天線 幸好最後回頭 能夠兩條線都失而復得 叫做守住 但是升幅只有七點 跟剛才我說的外圍、數據、股貨和數據的好的發展 是不能夠配合到走勢令人失望 為甚麼會這樣呢 可能跟我點題四個字有關 世界大亂 甚麼世界大亂呢 近來有兩方面的國際消息 令大家有些顧忌 其中一個就是美國 美國的情況越來越頭痕 美國對付中國 一直都在對付著 最近更加一個新的事情就是 美國的暴力的情況 暴力示威情況 是越來越嚴重的 接下來9月1日 即是今天9月1日 現在香港時間 美國時間9月1日 可能令一個大家會擔心的事件 可能發生的 就是甚麼呢 特朗普就揚言 最後會不會去呢 不知道 揚言會去一個發生暴力衝突的城市 Canosa 去訪問 拜會當地 和接見 或者接見當地警察 慰問的意思 為甚麼這個Canosa 最近有一個白人打死了 開槍 打死示威群眾 所謂BLM群眾 打死了兩個 打雙一個 現在走去那個城市裏面 當然是令大家擔心會有甚麼亂指 事實上 市長都不歡迎他去 但是 雖然說不歡迎他去 特朗普 起碼做節目那一刻 還未說到退态 還未宣佈不去 還要繼續想去 為甚麼去都不知道 但整個形勢是混亂 因為除了 剛才說的 一個白人青少年 打死兩個示威者 和一打雙一個人之外 過去這兩天 有一個白人 就是特朗普支持者 在衝突之中 就被打死 雙方 一邊是BLM 一邊是極右支持特朗普的群眾 對陣 衝突 打死了白人 事件之後 拜登和特朗普互相指責 互相說對方 造成暴力 總之對罵 特朗普說拜登無能 如果拜登的民主黨無能 在城市裏面 就亂殺龍 對罵 總之一匹步那麼長 他當然罵回頭 總之美國現在暴力的情況 令大家很擔心 特別是 剛才提到的時間點 9月1日 去訪問 Kennosa時會有什麼情況出現 這個大家很關注 可能這樣的情況令大家不敢 不斷買上去 有點顧忌 就是其中一個情況 第二個世界大戰情況 就是中印的情況 令大家擔心 因為中國和印度又拘捕 又有軍事有點衝突 為什麼這樣呢 可能和印度的情況有關係 因為印度近來兩樣東西很頭疾 第一個就是新冠疫情 就是大件事 早前每天有7萬個新確診數字 現在確診人數到360多萬 全球第三不得止 追到第二的巴西就追到非常貼 巴西是390多萬 差30萬而已 現在每日7萬的數字很快就追上去 這個令印度政府當然很頭疾 第二個就是最近公佈經濟數據 第二季經濟來說主要經濟體 印度排尾第二季表現 倒退23.9% 倒退成2.4% 唯一比美國厲害 就是比美國厲害 即是最尾的經濟又差 疫情又這麼囂張 那麼當地政府會不會 藉著和中國又搞衝突 就轉移視線呢 這樣的情況之下 多多少少令大家想買貨都驚著驚著 不是很敢的 所以港股今天這麼多好消息 都無法通通上去 是不是跟世界大聯有關呢 中印以至美國的內部情況有關呢 這個大家要留意著 明天就很關鍵就是 能不能夠再接手25,100點 因為25,100點就是剛才說的 既是五十天線 亦是五十天線 更加是保力加通道 如果連續兩天守保力加通道 按照保力加通道分析 有權就彈上去 再試一試保力加通道頂 所以明天能不能夠守保力加通道 是非常關鍵的 在這樣的世界大亂情況之下 頂不頂得住呢 大家要留意著 順帶了 這陣子講完事之後 通常都要講一下 幾隻重磅科技股的走勢 讓大家參考一下 行上也是 雖然今天升了八個多 但是整體形勢沒有怎樣變 都是在長方形上落 重要阻力都是五百六十四元 大家要留意著 能不能夠破到 至於阿里巴巴今天沒有起跌 比部分科技股差一點表現 技術分析 RSI已經去到超賣的情況 超賣的情況 超賣的情況 去到七十一 會不會有短線的整固 大家要留意一下 總之高位有些少許 好像有些阻力的同事 RSI就超賣了 可能短線有整固的壓力 美團最近一直在高位徘徊 都受制著之前的高位 祖國整固的狀態 後市可能有機會向下稍稍整固 試一試 這個就是二十天線的支持 至於小米今天繼續威衰 不斷升 但是升8%有多的同事 大家要留意著 RSI就是剛才說的 阿里巴巴是超賣的 就是七十一 他們還要命 89.4% 即是89.4% 是極超賣的 差一點去到90%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根據RSI 相信調整期都很不遠 如果真的整固的話 很有可能會試什麼位 就是之前突破22.3% 這個前浪頂的阻力 通常根據技術分析 破浪頂之後 很多時候就會做回試後抽 試一試的支持 再重實 要再升 試一試助力 總之 破了頂之後 很有可能會試後抽 會試後抽的位置 是22.3% 大家留意著 講到這裡 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的收看